白酒全线跳水 贵州茅台大跌于5% 板块市值单日蒸发3000亿元 10月18日消息 A福早盘 白酒板块全线重挫 海南夜岛大跌于9% 舍得酒业 水景房 架供酒跌超8% 五粮业 酒回酒跌于7% 山西粉酒 卢州老教跌于5% 贵州茅台 洋和股份跌超5% 综合计算 单日白酒板块市值蒸发于3000亿元 作为重仓白酒的基金经理后号 其管理的招商中正白酒指数盘中跌近6%